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明年1月申报期结束 具体措施包括对今年四季度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实现的企业所得税和国内增值税 国内消费税及随其附争的城市建设维护税 以及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不含其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实行阶段性税收环缴 对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下的制造业小微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 即实现的税款全部还税 对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至4亿元的制造业中型企业 实现的税款按50%还税 特殊困难企业可依法特别申请全部还税 为疏解煤电供热企业经营困难 对其今年四季度实现的税款 实施还缴 上述缓税措施 年期缴纳时间最长为三个月 为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施实践活动 扩大改革措施覆盖念 自2021年11月1号起 在全国第一批70个城市推广应用的基础上 石家庄 杭州 成都等175个城市 第二批推行网上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 货车驾驶人或管理员可以通过交管12123APP快速查询 推广应用城市的货车进线型和通行码申领规定 按需申领和便及出示货车电子通行码 据悉 第一批推广应用以来 70个城市通过交管12123APP累计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2.8万余个 有效解决货车进城难 半证难等问题 便利了货车车辆通行 日前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 关于2021年度调整工商保险待遇标准的通知征求一件稿 经省政府同意 决定调整全省工商保险待遇标准 调整范围为2020年12月31号以前 发生工商享受商残金贴 供养亲属抚恤金 生活顾理费的人员 同时本通知实行前已终止工商保险关系人员不属于调整范围 通知内容对调整的标准有了详细说明 同时通知也提到工商保险待遇标准调整所需资金 由原渠道继续支付 工商保险待遇标准调整起始时间为2021年1月1号 吉林省的高速路是越来越多 四通八达 这便捷让好多人喜欢上沿着高速欣赏吉林的壮丽美景 而今这乐趣又多了一种 当你在高速旅途中进入沿途服务区 就可以买到咱吉林的各种特产和新鲜地产品 一起去看一看 这位正在吉林高速四平服务区售卖农产品的杨君 是附近永乐村的村民 他告诉记者 这些农产品都是村里一些老人家里的 服务区免费为他们提供了卖货的地方 现在每天大约能卖几十块钱 还行 至少解决了那个什么老头老太太的那个才没有眼的事 杨君在服务区已经售卖了快两个月时间 这中间他最感谢的是服务区的工作人员 他说农忙的时候他会在家忙农活 服务区的工作人员会帮着他卖 他在的时候服务区的工作人员会给他提供热水 甚至是午饭 当然了他在意的还是收益 尤其十一黄金周期间让他着实乐了一把 一拖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平台资源优势 从九月开始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就联合地方政府共同打造服务区加乡村振兴产业项目 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开设乡村振兴帮扶专柜 提供给附近的村民和农户 旅客对掌握的这些农户产品都有比较认同 因为有些可能都是不是从东北的 他没见过 所以说就是而且的价格也比较低 比较符合咱们当地消费水平 所以说就是旅客的反响都是非常好 蒋涛介绍高速服务区的功能一直在延展升级 从最初的休憩加油到之后的休闲娱乐 而今则单且的宣传地方特色 助力吉林发展的责任 进入了3.0时代 以前的服务区是一个休息区 或者是一个停留区 或者是商业区 现在服务区的功能延伸到 首先是我们高速公路的一个服务窗口 同时也是地方经济的一个会客厅 相信任性就是我们极高集团和地方政府 在这个围绕陆域经济的一个互动的一个体现 也是一个结合点 说我们通过地方政府和我们极高集团的紧密联系 互动把一些服务区所在地的本地的一些特产 一些这个应激的农产品 拿到我们这个服务区这个窗口来展示和销售 一个是能丰富我们服务区的业态 另外也服务了本地的这个农村的经济发展 不仅是在高速服务区设立乡村振兴帮扶专柜 为经营者提供各种便利 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还派出自己的网络主播 为吉林特色农产品鼓与呼 这个向海的鸭蛋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北海鸭蛋叫舒敏 但是我们吉林省还有这个向海鸭蛋 不信你看我们这个礼盒也是特别的好看 你可以买回去然后拎回家 然后拎着回家看那个老人啊 双方的父母说 爸妈我回来了 然后我给你买了这个吉林的侧产下海鸭蛋 您来尝一尝 看看里面是不是真正的冒油 长白山的榛子 辅松的松子通鱼的粉条 林林种种被展示给全国的旅友 希望我们这些帮福专会呢 在高速公路沿线呀 让越来越多的人呢 感受到吉林省特色的农产品 让越来越多的人呢 知道我们吉林省的地大物博 为了让高速沿线居民提高收入 吉林省的各个高速服务区 还主动和附近村屯接洽 招聘当地居民到服务区 做保洁和力所能及的工作 考虑到这些服务人员文化水平不高 高速服务区就从您好 请谢谢这些简单的服务用语交起 逐步提升他们的素质 服务明星防华姐 就是他们之中脱颖而出的 据介绍目前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已经在具备条件的省内83队服务区 设立乡村振兴帮扶展销专区168个 累计引进吉林各地特色商品100余种 直接吸纳沿线村屯人员就业1000余人 我们在高速出行可以买到吉林各地的特产 那么在城市出行现在也是越来越便捷 为了营造市民良好的出行环境 有效解决停车难停车乱 僵尸车站道的问题 按照长春市政府的要求 10月30号第二批商圈拥堵路段运营管理正式开启 商圈智慧停车已经启动实施 智慧停车到底怎么收费 又怎么停车缴费呢 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长春市即10月9号 启动首批商圈拥堵路段智慧停车服务工作以后 在10月30号第二批智慧停车路段 也正式投入运营管理 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黑水路雨动二条街教会处 大家也知道这里是黑水路商圈 同时呢也是我们第二批智慧停车路段 一直以来呢这里人流量车流量都非常大 想要找到一个停车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在我们第二批智慧停车路段开启以后呢 记者在现场可以看到道路两旁规划着停车位 交通井然有序 您这是第一次使用吗 我已经使过很多次了因为隔桂林路那边我总办事什么的就已经关注过了 还有短信机警我到那边停车都方便 完了我就是我送个件什么的办个什么事的十分二十分的就走了不收费了 因为小车厂都是收费的我这块我要一月我就是我来我一个月下来以后我得我得省不少钱 我把这块走了 如果收费的话我直接我走了我回到家我也能支付这个费用 特别方便 在智慧停车路段记者也看到了很多志愿者在宣传讲解帮助车主使用智慧停车 车主把车停放好以后然后我们会引导他们扫描我这个二维码关注我们的这个智慧博车 比如说我们这块有两个这个二维码一个是APP的然后一个是这个公众号的 然后这个手机这样把微信打开然后扫一扫这个公众号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智慧乘头博车我们点击关注 关注之后呢这有一个个人中心我们在个人中心里面有我们的打开以后有这个绑定车牌号把车牌号绑定以后我们就会在这个停车服务里面有一个这个订单查询 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这个近期或者是今天的这个正在进行的这个信息 还有这个你看全部的订单就比如说你哪一天停在哪个路段了然后交了多少钱是否已支付了 对然后这是我的缴费你都已经缴费了的话这块就都有记录了 市民这个就比较直观的能够知道它的车辆的这个一个状态 记者了解到长春首批商圈拥堵路段智慧停车服务管理范围 包括红旗街桂林路两个区域共计12条路778个停车博位 第二批停车管理范围包括红旗街桂林路重庆路站前和黑水路光复路 共计27个路段1362个博位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智慧停车智能化路段 它主要靠高位视频来采集车辆的这个入场信息 然后通过智能设备来采集车辆的出入场时间 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订单 我们现在也是把科技注入智慧停车 也是让老百姓更方便更便捷 根据常发改文件规定 停车计费标准为8点至18点计时收费 30分钟内免费 超过30分钟至1小时6元 1小时后每30分钟加收3元 不足30分钟按30分钟计费 每日最高收费40元 18点至次日8点免费 上述停车博位仅供7座以下小型客车 及轻型微型货车停放 可以通过这个APP和公众号 进行一个搜索和导航 就是附近的车厂 还有这个车厂的这个余位 现在路段上的这个降水车不见了 然后那个车位的周转率也高了 然后通过这个商户啊 还有这个行人的这一个反馈啊 就是说这个他们非常支持 和提倡我们这个工作 然后让真正来这办事的人 有车位可以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智慧停车管理 是用信息化科技手段 解决停车资源供需平衡 整体提高停车运行效率 和资源利用水平 努力为市民提供高效 有序便捷的停车体验和服务 对于智慧停车 商圈周边的商户和行人 也说出了自己的使用体验和感受 现在吧确实挺好 因为啥呢买货呀 有的也停车了 原先都没有 商家来个小区的行的死车 现在买货非常方便 但是可以停了 但我们买货也方便 确实挺好的 有这个商户上门进货嘛 以前的反应是 到你这来一趟太费劲了 有的直接就让我们发货呀 以快递行是进行解决 现在呢自己能到我们店铺 亲自到店铺来挑选 智慧停车是智慧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 利用技术手段和数据资源 实现高效存取车辆的目的 智慧停车服务 也切实地解决老百姓出行中的极难筹判问题 让百姓出行更畅通 停车更便捷 心情更舒畅 我们也希望在将来的城市管理中 迎来科技时代 有越来越多的智慧元素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